哈喽各位临时小学校的伙伴大家好 我是竹东高中韩中美 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介绍 身为一个高中老师 如何在自己做专案的过程当中 将这个经验用在陪学生 做这个专案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 也就是PBL的课程的一个实作 那么所以今天呢 等一下会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的专案 那再来呢 就是我在做专案的过程当中 对学生的影响 跟学生分享的过程 那最后呢 当然就是问题解决课的这个经验 还有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目前数位公民教育的问题 那有哪些有这个改进的机会 那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专案 那当然就是也工商服务一下 希望大家也共同加入这个专案 那我的专案呢 的来源其实它是我课程的示范专案 什么课程呢 是我们主动高中校定必修问题解决的一个示范专案 那这个呢是在就是用PBL的方式让同学学习未来你要做专案的时候要有哪些程序性的知识 那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现象发生的过程 一个一个把它分析出来 那接下来呢看看现有的解方里面 它目前的策略是什么 那也利用这个使用者的研究 好来看看目前的这个需求会是什么 那在每个阶段现行的方案里面 好我们去分析真正使用者的需求里面都有共同的一个部分是还没有被满足的 也就是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受到的这个交通安全的风险其实高到不合力 那也不知道其实这并不是世界上的常态 所以我们看到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有类似的元素 所以在我的课程里面用这个工具就发现其实让大家更具体的能够觉察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那所以我就用这一个部分来做我的专案 那至于为什么我要做一个专案呢 因为每一个老师在教授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至少要确定自己其实是会的 那也要知道这里面的困难 才有办法在教学里面确认自己要怎么样子去告诉同学 这个困难我是怎么解决的 那所以呢我就自己有一个PPL的部分 我自己也在学 那这个专案就是平安走路学院账户 利用群众标注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概念上虽然它就是希望大家来帮我一起拍照上传资料 但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过程 其实透过大家帮忙上传资料 来唤起大家更仔细的观察他身边的行人环境 那当然我们最后可以提供很多产出 给不同的人去使用 那期待做到很好的这个公私协力 那我们的这个群众标注呢 有三个大的强项 第一个你可以用很视觉化的方式去看到 有哪些人或是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件事情 那再来它是累积性的 是图像式的 所以可以更好的让大家看到不同的阶段 这个地方改善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我们后面会看到我们结合了很多GIS的分析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在讨论的时候知道说 我的资源应该优先运用在哪里 那其实呢我们希望做的是交通安全的十一 大家可能只有听过三一 就是像教育啊工程啊跟执法 可是在国外已经到十一了 除了教育工程跟执法之外 四一至少要做到这个EMS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做到 额外的这个六一 比如说我怎么让我的团队 或是我们的市府团队可以被鼓励 那透过记录的方式可以让更多的群众参与 那也提供不同的管道 让所有人都可以发声 并不是认识里长认识议员的人才能够发声 那当然我们希望可以整合很多的政府开放资料 那还有地理资讯的分析 可以做到很多的产出 做更好更有效率的社会沟通 那所以我们的专案呢 看起来是让大家拍照上传 可是实际上我们想做的是社会沟通的部分 那先让大家看我们的专案最终想要做的事情 那目前已经基本上做到两到三件部分了 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 就是我让大家拍照 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的行人环境大概是什么 那这个是我们想要推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希望透过我的仔细观察 我建议这个路口要怎么改善 那第三个是我可不可以知道说 我的工部门到底在这个地方做了哪些改善 那最后其实我很想要邀请大家也一起来加入的 就是我们如何让更多的地方 更多的小朋友跟老人在出门的时候不用依赖汽车 而是可以很方便的像台北一样 有很多的捷运可以使用 那在这边呢提供给大家我们的平台 右边有我们的QR Code 那我也会请主持人帮我在讯息栏 把我们的这个超连结给大家 或是把我们档案给大家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上传的部分 那各位都可以现在可以开始帮我们上传 这边都有上传的教学 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把大家帮我们上传的资料 比如说我告诉这个平台说 这个地方没有人行到 然后我常常要走在路上跟汽车争到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评分 那我们有一个展示的平台 就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 就代表回报者的回报状态变成评分的部分 那这个图台从刚才的那个首页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也可以直接用这个QR Code进去看 那除了可以看到这一个就是评分的分布之外 当然这个就已经可以去看出来很多事情了 不同的例 不同的评分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 它会不会有这个里长决策的相关性 我们就可以讲很多事情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像是我们还有这样子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依照行政区来做评分的排序 那各位看到三种不同颜色 是我们有三种不同的评分的计算方式 那也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可以讨论更能够反映使用者经验的评分方式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平台上面还有一个事故地图 那这个事故地图大家点进去看 可以自由选择时间 那目前我们的资料库 我印象中好是到六月左右 那但是它的好处 跟在导案平台上面看到的不一样是 导案平台只有看得到A1 A2事故 比如说有人在24小时之内死亡 或者是比较晚死亡的这个点的分布 但是我们的点下去之后 你还可以看到很细部的资料 这个是我们直接进到资料库里面去捞的 那这个也可以讲到蛮多的事情 那比如说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有重大事故的地方 它有没有改善 有没有时间上面的一个部分 当然因为资料很多 我们是直接进资料库去把资料捞出来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 但其实看到这个你会很吃惊 我们的路基本上是事故铺成 这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平台的资讯呢 尤其像标注平台的资讯 也有很多的范围 比如很多的用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公部门直接去选说 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很多私人临时停车的 那我们就可以 请这个相关单位去做一些处理 那尤其是它可能跟通学步道有关的 因为我们有勾选 我是用通学用的 还是我就医用的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优先筛选出来 小朋友老人家 通学的路上或是就医的路上 常常碰到临时停车 或是常常碰到因为机电设备阻碍 或是任何其他的原因 导致他必须要走在车道上 就可以很有效的去改善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想要做到就是 我们可以让所有人都很快的 可以提供自己对这个路口的观察跟建议 而不用通过通报系统啊 里长啊或是议员 而且呢 我们可以透过提供这一个照片 还有具体告诉人家 我想要加什么东西 来让这个承办单位可以很快 不用实地去现场勘察 因为我们跟很多公务伙伴讨论过 有时候他说 这个1999转介来的这个资讯 他在现场要找半天都找不到 那这个就可以让这个公务伙伴 有很快可以收集资讯的一个方法 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功能 那平台的连结也在这边 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加入我们 那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除了民众回报需要改善的项目之外 我们还可以办理这个线上贵刊 可是有多少人觉得这个地方也需要这样子的改善 好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民意的一个理解 好那所以你看我可以说 哎我觉得有会刊的需求啊 我觉得应该要行穿线退缩 那甚至像像这个 这个是我的家人去拍的 他就说这个地方走过去的人 会跟这个地方进来的公车是同一个实项 那所以希望有这个行人专用实项 那又或者是说像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做 就像这个承办单位啊 他说我已经改善了 好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大家去标注说 我也觉得这样子是很好的 好所以也可以给这个公务伙伴一些鼓励 好可以是双向的一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跟公务机关合作 让他们把这个执行成果本来是文字的部分 跟少部分点状呈现的部分 变成一个可以图像式的去呈现 比如说这个国小在这个路口 历年来慢慢变得越来越安全 那这个路口也越来越容易通过 那在走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碰到汽车 那有这样的呈现 其实民众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 哦原来一个路口的改善 其实真的要慢慢来 就比较不会觉得说怎么都还没有改 那我们还可以提供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伙伴里面有人做GIS 还有这个社会规划 那我们可以去根据群众回报的资料 结合政府开放资料里面的最小人口统计区 去算出说哪一些地方的通学步道 有多少学童使用 那是被回报风险有多少 好所以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看出来说 哦这个地方是重度的通学使用 但是又是高风险的 甚至我们可以用右边的这个图来看 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学校 绿色的表示风险小的 红色的表示风险大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些学校的学童在通学的时候 他面临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就可以优先去改善 那这个连结是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直接扫QR Code 那是我们其中一个伙伴 做的一个小示范 那我们最终呢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工具放在不同阶段的 小学的中学的跟高中的 他的不同的交通安全教育的部分 而不是像现在就是举手要 过马路要举手啊 或者是要穿亮色衣服啊 或者是骑车要戴安全帽 好像这样子的交通安全教育 那事实上我们的专案也已经在双语的部分 那已经帮这个公民科的探究实作 写好了交案 也欢迎在场的伙伴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推广 那接下来就是我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 对学生有哪些影响 或是我透过什么样的东西 让学生更理解我们在课程里面要教的东西 那第一个就是 我在就是去年的时候参加临时小学校孵化竞赛 那这个是我示范给大家说 你当你有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应该要勇敢的站出去 那这个呢是我在示范说 我是一个老师 我谁也不认识 可是我如何花一毛钱 去找到最值得我投资时间去推广的对象 我不用一个一个去推广 我只要找到最有力的推广者 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讲 就是跟同学讲说 按赞啊那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专案在12月23号推出之后 我就记录四个不同的参数 那包含按赞的数目啊 然后问卷报名的数目 还有贴文的分享数 跟实际上照片的上传数 那对我来讲真正有用的是这一个 那因为帮我按赞的也没有用 报名的也没有用 真正帮我上传照片的才有用 那从这边来告诉他们 同样是数字 因为我们课程在强调是你要有量化的指标 但是你要先想这个数字的有效性 以及它的效度是不是够高的 那第三个就是我在推广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机会都要去使用 但是要找最值得你投资时间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分享的是 这个网路上的KOL 那这个是我在分享说 你如何去找最有利的媒体去做 那比如说像在这个场合里面 我们就认识了很多议员 这个新北市的总工程师 那当然还有这个台大的急诊室的医师 这个是我本来就认识的朋友 也引接他进来这一个交通倡议的部分 他现在也出了很多的力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跟同学分享 所以说你在找人的时候 你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想 那甚至像这样是我 这个四个是我目前专案 正式在合作的四个单位 所以也示范给同学说 你真的我不是因为我是老师 才能够找到这些单位 那一定是我做对了什么事情 这些单位才愿意跟我合作 那这也是同学最常出现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也是老师最常有的一个心态 就是只是高中生 怎么可能做到很厉害的事情 只是高中生怎么有办法动用到很多的资源 我想要打破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在示范的一个元素 那第三个元素我们课程里面是团队合作 那么同学当然最常出现的 老师也很常出现的是 我们的团队是以感情好 讲得来来合作 但是有的时候感情好不见得可以一起合作 可以一起合作的人不见得感情好 那这就是我的示范 我的团队里面的目前有这四大主轴 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个人 那以我资料分析来讲有四个最主要 目前在协助我的人 为什么用这个图呢 因为我也没有看过他们长什么样子 那刚才看到的四大部分 包含这个地方资料分析的人 都是我原先不认识的 除了他爸之外 其他我从来都不认识 甚至我目前只额外看过一个人 那所以我的团队基本上都是我不认识的 我怎么运作到可以有这么多的产出 好这个也是我可以分享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自己觉得老师的培训里面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老师必须要大幅的改变他的心态跟教学的方式 那在过程里面啊 学校端老师端都会有很大的 这一个需要调整的部分 那其实还有学生跟家长 所以等一下就跟大家分享最近发生的事情 那在学校端的部分呢 包含这样的一个课程 像我们问题局只有两个学分一个学期 那其实如果对于同学来讲压力非常非常大 他只有两周做产品两周做测试 然后接下来就要赶快做这个成果发表的部分 那所以到底要几学分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需要思考的部分 那安排在哪一个年段 那其实我们很希望放在高一 但是现在放在高二就很尴尬 同学做完之后马上就要学测了 那他就没有办法优化他的一个产出 那还有其他课程怎么协助 或是把我们的东西融在就是布定课程里面 那所以跨课程的讨论是需要学校端主持的 那当然同学需要比如说他要做APP 他要做什么的 他没有办法在我们课程里面花时间学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融入自主学习的地方 也是要学校端一起来发起这个讨论 那当然我们这个授课师资的培育跟支援 还有共同时间的排定 这个是我真的一路走来 觉得我真的什么都不要 我的伙伴都愿意无偿付出 利用寒暑假来做研讨 但是有很多困难是真的我们需要学校帮忙我们的事情 但是老师的部分呢 事实上我们在做数位公民的教育的时候 我比较希望我的伙伴也可以做到是 那你自己可不可以也做一个专案 那你去关注一下公民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在课程里面教的这些东西 你又没有办法自己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 那甚至是你可不可以去理解 我们在教的这些研究法方法学真实的内涵是什么 还是你只能讲出这个句子 那你如何透过实践去告诉学生说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充分的理解这个方法学 也没有实践过 那你怎么在教学上可以很正确的评估学生遇到的困难 那我们的老师常常因为自己没有做过 所以觉得说学生怎么这个也做不好 那个也做不好 可是当我们自己做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那个都是一定会碰到的困难 那心态就会不一样 那尤其是这个评量 当我们心态不一样的时候 就可以去理解这个评量的设计 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如果线上的伙伴有老师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评量的一个小设计 那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近在处理的一件事情 那我已经写成部落格了 大家可以把它贴在这边 因为我的学生还有学生家长说 为什么我们小朋友这么努力 补考的时候我亲自下海帮忙 可是成绩却这么差 那老师你的评量是不是设计是有问题的 那有很多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全部都起源在就是我们的课程其实在过去的学习里面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老师们很难让家长跟学生在第一时间就理解说我们的评量 为什么非得要这样设计不可 然后为什么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现象出现 那尤其是我的学生在我们的课程第一年实施的时候 大部分都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有做过去就好 那到现在他们口耳相传知道我们的课程 问题解决课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 那态度慢慢会不一样 但是还是会有小部分同学觉得说因为学测不考 所以我就不要放时间在这个部分 还去笑这个放时间在问题解决的同学是笨蛋 学测比较重要啊 你干嘛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里 那家长也常常会是这样 就是说有两个极端 一个是这个学测不考你干嘛花时间 第二个是这个很重要 然后家长就用他的经验好来帮助学生 可是老实讲我们在做的事情在过去高中是没有学过的 而目前在业界真的做使用者研究 还有做设计思考的领域其实也不多 那再加上在高中端的教学上的实践 其实跟业界会有一点不一样 好如果一样我们就把目前台湾大学在做的问题解决的课程拿来就好 可是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然后学生的这个领域也跟大人是不同的 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在期末要处理全校问题解决的成绩争议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觉得有点希望同学跟家长可以有更好的准备 那所以我们才会写目前大家看到的这篇文章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里面有讲到很多评量的部分 一些概念那也许大家在跟这个家长或者是跟老师跟学生沟通的时候都可以用得上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也就是说透过问题解决这门课的示范专案 那我自己的专案在做的历程如何帮助学生在学习 跟我看待这门课还有世卫公民教育的部分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